他們本身是同父義母 那對男女是女生 在她的家族來說算是姐姐 早點出生,27歲左右 男生呢 23歲 小姐姐4年 他們本來想這個節目是改頭換臉 怎樣怎樣怎樣 他們一開始就講 今天不單是改變我的形象 還將會改變一生 他們就講了一個秘密 我現在要公開一個大秘密 關於我們 今天的主持人說 什麼事啊 他們就講了 其實我是喜歡我的姐姐 即是同父義母的姐姐 他們就說 我們是情侶關係怎樣怎樣 想結婚等等 這個時候 大家都立即震驚 哇 這是嫩倫 子弟 真正 子弟嫩 這樣是有問題 很多人很驚訝 有些人就說 什麼同父義母 這樣就已經是嫩倫 就算DNA 我不知道這樣生會不會有什麼 就是K-Toy的問題 近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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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 老是 被PBook 那你猜一下爸爸的反應是怎樣 想被D字可惜 你猜爸爸說什麼 爸爸就馬上說了一句 爸爸沒有任何生氣 反應很生氣 他就說 他就跟那個姐姐說 我可不可以叫你做媳婦 不再叫她做女兒 叫你做媳婦 表示接受這段關係 有人說什麼爸爸說 我都喜歡女兒的慈善 沒有這樣的事情 還沒去到這麼瘋 於是那些人就 拍了手掌 說爸爸很開通 blablabla 但有些網友就說 這個就是不行的 很明顯這些不是什麼 戀愛自由 或是亂倫 有些人就問西班牙比 例如香港 有些國家 我印象中香港也是 嚴禁亂倫 即是你不能說 例如你姐姐跟你拍拖結婚 經過家長或雙方 尋許亂倫 即是如果受到批准 或授權 大家明知發生的事情 你可以亂倫 即是他們法例上容許這些事情 我現在才知道西班牙的法律 就是這麼開放 但當然有些人就不行 因為西班牙都是信耶穌 這些人肯定覺得這樣不行 這些人是不 宗教問題 有很多的討論 那些 你怎麼看 人生的規矩是死的 但亂倫是會有 即是會有些問題 為什麼法例要禁止 因為下一代有很近親的話 就很容易有很多遺傳病 那些 我印象中是這樣 因為那些基因太接近 他就說會容易遺傳 兩個不好的基因 即是人的基因沒有完美 即是沒有一個完美生物 完美人類 那你通常 如果兩個差不多的基因交配 那不好的東西 就一定會和 反直到下一代 即是肯定會有某些遺傳病 就這樣 不好的基因一樣 即是你沒有辦法利用一些東西 去補回 即是我 即是當我的身體 不知道哪裡差 即是當我的心臟 沒有那麼厲害 但GibiB的心臟是好的 那我的下一代 即是兩個基因這樣交配 之後 就會說 可能我和GibiB的下一代 心臟會進化了 就會厲害 因為我本身是沒有那麼好的 心血少的 但是GibiB的心臟是強壯的 就會互相離譜不足 就是這樣的意思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 尤其是人說 跨得越遠 即是基因越差異 就越好 有很多說法 有些人說 混血兒 有些人說 混血兒很漂亮 即是我將來 故意要 叫鬼佬 生個混血寶寶 那樣 那樣 那樣是最好的 因為 眼大大鼻高 像金頭髮類似這樣 但有些人研究過 有些人說 混血兒 有時候 只有一代是厲害的 例如 你現在和一個鬼佬生的兒子 你的兒子可能是英俊 或者是強壯 但是 之後你的兒子 即是你的孫子 你的孫子 就未必 可能是會 隔代遺傳 還是怎樣 就會有些問題 就反映了出來 好像是這樣的 我還是聽回來 我不知道 這些就是我不肯定 我不知道 就是有這些學說 因為 他就說 這個學說 我研究過 他那篇文 就說 說 馬 即是馬 有什麼種馬 什麼種馬 他就說 你這個 混血兒子 會很厲害 但是孫子 就會開始有問題 會一直跌倒 即是基因 就是這樣 很複雜 所以有些人就說 是不是混血一定好呢 就不知道 就是這樣 所以有些人就會標榜 什麼純種 純症 就是血統 那些 就會這樣說 就是這樣 好像什麼希特拉 那些 就是這樣說 這樣是不好的 就是你的血統 怎樣怎樣怎樣 為什麼會有這些 什麼 總學呢 就是我之前看過一段 YouTube影片 有說 那些狗 不知道是十八世紀 還是十七世紀 那時候 突然有一段時間 很流行 休生 學 什麼 就是 培養狗 就是 現在市面上買的狗 例如說 你很漂亮 不知道什麼沙皮狗 很可愛 鼻子很扁 他說 其實你表面 他們說的 所謂的純種 其實都是 根本就是雜種 就是他們配出來 即是在十八世紀的時候 他們就配 例如以前的沙皮狗 鼻子不太扁 不太肥 不太皺皮 他就知道 那些人覺得這樣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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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辦法 如何配配配配配 配配 配了一隻 這隻沙皮狗 肥肥的 肥頭可愛 鼻子又扁 很可愛 很可愛 配了 這個種族 他就 不讓他們 再去 集交 或者怎樣 即是與其他種族 牠們有大隻,身軀這麼大就需要很多氧氣 正常的,牠要有一個大的鼻 牠的鼻孔又窄,牠說牠的鼻腔很小,牠說很辛苦 還有一些狗的頭髮做迷你 現在的狗有些很小隻 牠又說,那些叫什麼? 什麼歌姬?我不太知道 那些很小隻,不是比蟲鼠狗還小 超小,超小隻 不知道是不是Jojo那些? 不,好像不是,但Jojo那隻本身是這麼小 Jojo那隻叫什麼? Eggie還是什麼? 總之有些狗,你看起來很小 其實有問題,牠的腦 牠本身的腦應該比較大 但是牠的頭殼骨,頭顱骨太小 搞得沒辦法什麼腦部發展正常 有機會經常頭痛,你不知道 總之有些什麼疾病,牠說很辛苦 就是說會有導致這些 還有一些狗就是什麼? 腳? 牠說不知故意做到 配種配到很肥大 但是牠們的骨頭是四肢 即是短腳的狗 有些不是故意配到那隻狗的腳很短 那你就會覺得很可愛 矮腳虎,即是立腸狗 那些 然後牠就說其實那些很辛苦 因為牠的身體這麼長 要有足夠的東西支撐牠身體 其實牠們的膝頭骨很多時候就去到腦 根本就有很多什麼筋膜炎 經常發炎就有這些問題 就很慘 那牠就說什麼 你們買狗,即是那些寵物店 就會跟你說這些什麼純種 什麼東西 其實真正的歷史 所謂的純種就是有這些雜種交配出來 而且是將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 就不好 那牠說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給牠們什麼雜交 就是這樣說 牠們喜歡怎樣交配 他們喜歡怎樣交配 即是 即是將牠們回歸大自然 即是說帶牠們去一些什麼狗派對 還是什麼 隨便給一隻狗 隨便交配 即是密敬天責 即是將牠們的基因 因為差異得遠 那就有機會就打回暈牠 就是將那些不良的基因修復 因為中世紀王族有很多近親 所以出現很多異形弱字 是會有這些 當然有良心 那段影片也有說過 是有鬼佬拍攝 如果你想解決 除了這樣之外 就是領養 就是這樣說 就不要貪了什麼有趣 即是牠們要了解狗的歷史 就是這樣說 牠們養的狗 就是寵物店 就是做的事情 就是有這些成份 當然是部份寵物店 不是全部 都是這樣的 就是這些 你們知不知道 你是不是聽完之後 我對生物的知識很豐富 很薄學 我就是這麼有智慧的人 你們怎麼看 所以純種好還是雜交好 就很難有個判斷 我也不知道 即是照這樣看 即是 即是 可能說 純種可能就會保留到 不知道有什麼優點 就不會有什麼 當然不是近親 就有些 好處 你就不會像剛剛說的 什麼沙皮狗 不知道怎樣 混合到鼻子有問題 即是可能都會有這些 問題出現 就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 你不要以為 有什麼混血寶寶 你跟那個鬼佬 生個兒子 英俊 其實不是一樣 人 即是大家都是動物 你就可以留意到 就是狗 大家都是狗正 但為什麼不同種族 結合了之後 就會有這些問題 呢 就是這樣的問題 你怎麼看 因為我都不肯定叫薄學 起碼我會看 我會懂 知道這些 嘛 這個世界很難有些事情 絕對很肯定 大哥 有些什麼是很肯定的 對吧 你都急不了 好像昨天在核電廠裡 有很多事情談 論點 觀點 與角度 不是非黑即白 這些事情 好 你問愛因斯坦 他都不能回答你 我都不肯定 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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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是不是說愛因斯坦 廢 愛因斯坦 有沒有回答你地球怎麼來 有沒有說 相對論 相對論 為什麼你不做時光機 這麼厲害 愛因斯坦 這麼厲害 你可不肯定 做到時光機 他都說 他都是那個理論 都是if 什麼 什麼 你知道什麼叫理論 如果把某些假設成功 如果你推翻他的假設 這樣做不做到 他都是答你 不知事 做實驗 科學的精神就是這樣 什麼都 什麼都立即回答你 耶穌上帝 全能的神 才能回答你 人類又要慢慢試 來吧 是否給他直線 是否給他直線 慘了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總之就是這樣 所以你們 你們現在是不是很擔心 不會再找那些鬼妹仔結婚 或者加給那些鬼佬 現在聽完我 一番話之後 我聽過我小時候 我中學的時候 有些女生說 我問你為什麼 他就說 寶寶會比較好看 什麼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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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們聽,我就可以發表了 我現在對生物學有一個新的見解 我就會在諾貝爾獎、小入夫獎那些橫掃 掃鬼了,公佈這個理論 這些涉及種族,很敏感 有時這些題材很複雜 複製人有時都會被人說什麼涉及倫理 這些涉及人倫關係 這些會有什麼納粹 你是不是納粹主義 你鼓勵什麼優生學 就要有這些情況 這些題目很敏感 要有一個開放的頭腦 好像我這類人才適合討論 這個其實和納粹有不同 納粹有說什麼二萬民族才是最厲害 還是怎樣 他的前提就是這樣 我現在沒有說哪個民族最厲害 但是是不是說 大家Cross Over 就是混血 是不是好呢 就這個事情有一個議題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 有人說什麼我亂說什麼教壞小孩子 慘了 鼓勵啟發女思維 我告訴你 小孩子聽完就會在想 噢,這個話題挺有趣 自己要研究 他們都說我也是上網看資料 沒有說一定是敢敢敢敢敢敢 如果我又沒有說什麼教壞 那不用討論啦 大哥 如果老師跟你說這些課題 現在科學家都還沒有本事解決 然後就說 收檔啦老師 不要教壞小孩子 不會亂教啦 回家啦 你就這樣跟他說嗎 不用學啦 學無止境 我因子彈到死都要繼續研究啦 大哥 對不對 除非你跟上帝討論 他又不會亂教 什麼不會教壞 他什麼都可以回答你 他什麼都懂的 什麼都對的 對不對 就是這樣 建議所有科學家和耶穌 耶穌而鑽研 相對論 這樣就沒事了 你們最好的 就是這樣 你們最好的就是找耶穌 你們有什麼不懂的就找耶穌 他回教會 不要問老師 因為他會有機會教壞 建議你們就是應該要這樣做 如果你覺得剛剛是教壞小孩子 你以後討論有什麼文明 千萬不要問老師 說真的 要不然就會跟你的理論意見相反 咳咳咳 好 有人聽說愛因斯坦死後的腦子被人撤開幾份保存著不知道 他不是說什麼磅過重嗎 就好像愛因斯坦說什麼腦子磅過重 什麼被正常人蟲還是什麼 我印象中是這樣 又說平機會告我什麼歧視回教 真主阿拉 你信回教就問真主阿拉 你信不信耶穌就問耶穌 沒有所謂 總之就不要問老師 我的意見 我的結論就是這樣 因為你們抱著這個心態 你可以問神 神就肯定是全能 因為神的設定是全知全能 他們有個術語就是這樣 那你就去問 不用問 你可以信佛的 就問釋迦茅尼 佛祖 還有其他宗教就問你們教宗 總之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不要問老師 因為他不知道 因為他只是人 他只是犯人一個 那就會教壞你了 不要啦 那就對嗎 引渡教 你知不知道有什麼神 我認識的 我有讀過引渡教 有個蛇神叫什麼 SHIVA 我記得是SHIVA 還有一個什麼象神 我記得是有個象在頭頂 戰神還是什麼東西 那個是 我有讀過 印渡教我比較懂 印渡教 印渡教有很多神 跟渡教差不多 應該跟希臘培差不多 不知什麼智慧女神 怎樣怎樣 印渡教 他說什麼宇宙是怎樣起源 很有趣 他說什麼宇宙 一開始就是一些 他說我記得讀書 讀書就有什麼 Milky 他說有些好像 乳狀的物體 不知不知道 搞一下搞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個SHIVA 有個蛇 好像是女窩 SHIVA就是有些蛇身 還是怎樣的女神 不知什麼搞伴一下 搞一下搞一下 就變成了地球 好像宇宙類似的 圍繞有什麼公轉自轉 他也是這樣說 搞一下搞一下 其實他這個推論 也是有些道理 結果也是這樣 宇宙的運行 就是這樣 一邊打圈 轉轉轉轉轉轉 你知道嗎 什麼Supro Supro的那些 我不記得了 我也是讀一下 什麼Supro的那些 阿修羅的那些 就是印度教的那些 什麼夜叉 什麼那些 全部都是 什麼什麼 什麼帝色天 那些 有什麼修羅 全部都是這樣 我不是 我對印度教的那些 不是很熟 我只是吃一點點 略之一 略之一、二 略之一、二 好,來吧 什麼都會吃啊 什麼都會知道 我最厲害的是 博學 但是什麼都知道 而且有 求真精神 最重要是做人 就是這樣 什麼都聽一下 不要一下子 去否定聽完 才知道自己慢慢批判 就是這樣就最好 那你才是學習得多東西 就是這樣 之後還有一則新聞是怎樣呢 就說這個 就說這個 這個就糟糕了 這個就是今天不知道 香港是什麼米芝蓮食府的 不知道是小食店還是什麼 就有個 阿蘇的老闆來的 老闆就不知道 想出門口 煲煙 煲煙 這樣就點煙 很正常的 一點 點完之後 把火機放在自己的三袋 它三袋本身 好像還有一個火機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本身點完煙 那火機本身熱 一放進另一個火機裡面 火星撞地球 他懷疑另一個火機 洩露了一些液態 汽油 什麼東西 突然間就燒火 心口就燒火 燒到瘋 燒燒燒 立即就很害怕 我來救命 怎麼辦 好幸好他弟弟 醒目在旁邊 幸好他開餐廳 零食肆 立即拿一桶水 兜頭淋下去 幸好 差點整個人燒著了 全靠他弟弟醒目 及時 這樣 在這裡 臨色他 他老婆又很生氣 他老婆一聽到 就立即對記者說 一早叫他不要吃煙 一早叫他不要吃煙 又不聽 狂罵他 他說這間食店 就不知道去年 就拿了什麼米芝蓮 街頭小吃 我不記得他去賣什麼 但是這樣 根據他弟弟說 當時他一著火的時候 他脫衣服還是脫衣服 都是脫衣服 即是他已經 只是在拿手拍攝 已經燒得超熱 唯有狂拍 但是拍不攝 幸好淋水淋得切 否則很嚴重 我認識 火機這些東西 有時就是這樣 很危險 不知道 有時以前 就是中學生時期 他打什麼BBQ 有些瘋子很喜歡 扔火機 下去那個爐 會爆炸 神經病 通常做這些事情 我第一時間 走到無雷工那麼遠 會突然爆一下 會聽到 巨響 而且你不知道 因為它爆的時候 那些瘋子是塑膠 碎片 有機會彈 飛到眼睛 都很嚴重 很白癡 低能人士 會做這些事情 大家千萬不要做這些事情 見識過很多次 完全不覺得好玩的 這些事情 危險 危險 爆炸 你們有沒有同學做這些低能的事 有沒有試過 很可怕 看到這些 很恐怖 好 小心 現在拿幾分鐘 捱上他 就有機會 就贏了 贏你兩場 什麼我會這樣做 神經病 從來不會 怎麼會做 什麼你玩 你玩 肯定你們都知道什麼事 肯定有這些情況 很多人 總之千萬不要做這些事情 極危險 還有一宗新聞 說什麼呢 說現在你們很流行 街邊很喜歡帶耳機 聽歌 現在在地鐵站或者外出 通常很多人會 長期堆住耳機 聽歌還是怎樣 等等 DD 可惜啊 DD都射不入 長期堆住耳機 當然有很多問題 譬如說你過馬路有機會有危險 等等 很多危險的東西 今天新聞說 其實耳塞 耳桶 塞住耳朵 在耳朵中 長期堆住耳朵 有機會 潮濕 還是會有汗 擱著耳朵 他就說什麼含菌糧呢 是會超標的 尤其是你們 你們肯定很懶 也不會弄耳機 不會擦乾淨 肯定有很多耳屎 肯定整個耳屎 都黃了 一拿出來就看到 臭了 整個耳屎 含菌糧是非常嚴重的 當然啦 幸運就沒事 不幸運就耳朵發炎 再不幸運就一定會濃 萬一感染了一些細菌 或者耳機有什麼蟲卵寄生 就很嚴重了 怎樣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他就說一星期 如果你一星期 拿酒精 抹一次耳機 他就可以殺菌 最好 不過不知道酒精 是否抹了耳機 那些塑膠好像會壞 還是會爛 還是怎樣 所以 好像就不太好 我不肯定 因為他是為了殺菌 酒精肯定可以消毒殺菌 但是 可能會對你的塑膠 有損毀 就是這樣 滴露浸下去 不知道會壞 滴露也是酒精 用什麼可以 倒一些辣椒 下去 殺菌 應該不可以 不知道辣椒店的耳朵 有什麼事 可能拿風 拿風筒 脆脆 用蒸氣消毒會不會壞 因為不可以太熱 或是濕 可惜 拉屎被人入 一星期買一個耳機最好 對啊對啊對啊 但是你的耳機 是不是確保乾淨呢 可能那傢伙試過 帶到臭了 給你製造箱 帶到臭了 才讓你購買 對 對不對 好 有人說耳洞太小 從小到大都沒試過 沒用不到耳機 其實不用耳機 除了不會吵到人之外 其實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長期帶得多 都是會聽力受損的 這些人都是這樣說的 因為你很多時候 不自覺會調到音量很強 可惜了 是不是沒有機會追得平呢 撐過來呢 可惜了 還是差一點點 還有還有還有 平礦 給下去 想騙上去 可惜了 應該結束吧 是時候先轉個遊戲